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还能为我的心流运 干吗呢 这么久才来 等诺乌鸡就受着 洗澡洗得我都快秃了皮了 你说呢 周四千 我还能为啥 那老王不但不拉屎 还整天站着个猫坑 你说什么呢 你才猫坑呢 狗嘴里捅不出象牙的 狗嘴狗嘴 你让开 走这 狗嘴狗嘴 二 咱俩聊聊呗 聊什么 我总觉得你 现在好像有心事 没事 真的没有 真没事 那我求你件事 大哥 什么求不求的 有事您说 把这小店关了 我给我关了酒店去 度假存我得管 酒店一开业 我分不开身 干脆就把这关了 他管了去 哥 我不行 就这小店还费老鼻子劲了 谦虚 谦虚 我知道你的本事 到我那去 对你对我都合适 高兴吧 哥 真没这本事 还是让老三来吧 老三 一个月 给我喝黄喽 哥 其实老三 现在也没怎么喝 您看您店刚开业之前 他一直忙前忙后的 要不您让他试试 老三太张扬 我把这么大厂子给他 我不放心 整天就胡碰勾友的 老二 你最知道 大哥心里的顾虑 顾虑归顾虑 这么些年啊 我也想明白一个道理 这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这人呢 逗不过老天爷 老二 这不像你说的话 怎么着 对大哥有干方 没有 大哥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这人干大事都有魄力 老三这点肯定比我强 这事我就跟你说说 先别答应 你快来快来 说说你的事吧 我什么事啊 跟我来 你看看 看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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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现在生什么样的 为了个娘们 搞得你病病万万的至于吗 哥 跟女人没关系 老二 你是不是认为我 顾虑太多了 你心里明白 我告诉你老二 咱们能活到今天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谨慎 别以为 实验场了都忘乎所以 你以为你比我干净吗 你不怕死 可有一帮弟兄 你自己要考虑后果 别以为十五年我干净 哥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来我给你看点东西 海症 海症 不对吧这是 不对吧 哥 走 你不怕他 忍不耐 你不怕他 快点 来 漮廟 去吧 我可不得他 去吧 你怎么说 可能吧 你不怕他 逛逛 军王 大家 都不不愿意 去吧 你不犯了 我没准备 我温柜 戒指呢 没戴 不想戴 戴着吧 你戴着挺好看的 你要给我买啊 我戴着更好看 我给你买 你这是怎么了 那个时给你买东西 你都不要了 那得分什么东西啊 你要给我买钻戒啊 我戴着 肯定更好看 我一定要 我给你买 你敢戴吗 你老公看见了 他宰了你 我看啊 还是先宰了你吧 差了吧你 他们不一定谁宰了谁呢 早就想宰了那王八蛋 吹牛吧你就 那叫十一流氓 老子从小在这片混 一巴士一把尿弄过洗衣中心 我容易吗 你这洗衣中心可真够脏的 洗得干净吗你就 给他那温泉干净了 我刚开洗衣中心 这孙子立马在我旁边干温泉 老子大人大量不跟他见识 搬走 刚看上一门脸 他又抢走了干酒楼 你说这一外地人想干嘛呀 来了就起我脖壳上 让我让人活了 逼着我弄他吗 我说你到底是弄啊 你在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欺负咱俩 他敢欺负你 可不是嘛 他对我啊 连我宠物都不如呢 你到底管不管 你是不是怕呀 请用茶 好 谢谢 客气 喝点茶吧 阿虹 是这样的 十年前的那个案子呢 作案的主要嫌疑人是我们那儿的 而且他们现在仍然在逃 我们跟东州警方呢 从来没有放弃要追捕他们 而且力争要把他们绳之于法 当然了 这还得需要你的配合 我不想再听那件事了 你的经历对你的影响啊 我们理解 所以呢 还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早日抓到凶手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该说的都说过 算了吧 阿虹 他们那么伤害你 你能容忍让他们逍遥法外去伤害别人吗 我希望你能再好好地回忆回忆 我不想回忆 这肯定是你的婚戒吧 简简单单的 挺适合你 就是个意思 不值钱 这个哪能用钱来衡量啊 这说明 你已经找到了 你一辈子可以依靠的男人 女人嘛 终归还是要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呗 你老公 是不是特疼你啊 他能不嫌弃我 跟我简简单单地过日子 我就知足了 那个这么说你老公知道你以前那个 他对我很信任 过去的事从来不多问 但是从心里来说 还是我欠他的 不是 那个 那个 要哭就哭出来啊 别憋着 我猜这是不 不太合适 铁队 那时候你 你先跟他聊着 那什么 喝茶 慢慢说 别难过了 阿红 我觉得你应该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幸福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还你个公道 不是还有一位幸存的受害人吗 那位啊 自打上次案件之后 这精神状态一直就不好 没法配合工作了 是啊 谁贪上这事都够瘦的 下边那位你们看还有什么办法问出点啥来不 没事 没事 我们铁队正聊着呢 你们铁队 那位女队长 行吗 你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厉害 怎么样 现在活动还受影响 反正不灵活 他送你钻戒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他开始花言巧语的 后来对我特别体贴 这样的人 是挺难防的 我开始还防着他 可是后来他一直对我这么好 我就相信他了 你跟我说说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在娱乐城上班 认识了个新人叫阿杰 这人真多 累死我了 洪姐回来了 怎么样啊洪姐 没俩钱就值得灌我酒 洪姐 我只有胃药 解酒的 给我两瓶就行 剩下你留着 不用不用 你拿着吧洪姐 我用不上 你看 这几天都没人点我了 什么时候 要能像洪姐这么活就好了 活什么呀 累都累死了 那我不客气了啊 你别客气 洪姐 以后 多待待我吧 新人不好混呢 后来阿杰 就介绍我认识那个张老板了 他跟别人不一样 特别大方 两三次以后 就送了我一个钻戒 我刚开始看见钻戒的时候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然后就让对珠宝 董行的阿花 帮我看了看 好高档货 快让我看看 对了 你是行家呀 你帮我看看 怎么样 真不错 钻石是真的 而且个还这么大 是吗 就是这款式 就是这款式